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昨天双双表示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 纽约时报表示 过去四个月大陆骇客不断攻击他们 侵入公司电脑盗取记者和其他员工的密码 证据表明这些攻击与中共官方有关 纽约时报报社通过聘请的电脑安全专家 所收集的资料显示 证明骇客盗取了公司所有员工的密码 之后入侵了53台员工的电脑 不过涉及的员工多数不在纽约时报的编辑部 而且纽约时报的客户资料没有遗失 专家们的证据还证明了骇客使用的手法 与中共军方有关 骇客首先安装恶意软体 从而得以侵入纽约时报网络的任何一台电脑 专家表示 发动这些攻击的电脑 正是之前中共军方曾用来攻击美军承包商的电脑 这为骇客的来源提供了更多证据 报道中说 在秘密跟踪侵入者建立更好的防御系统后 专家已驱逐并阻止了骇客入侵 纽约时报等受攻击的媒体都曾报道过中共领导人或中国公司的情况 新唐人记者维清一综合报道